那在教學光碟上 我們現在建議大家使用ISO來做 用ISO來做 那它的好處是節能環保 然後大家存取也方便 不會有光碟及挑片的問題 那以現在 我拿到這個ISO來說 在我們的新北市教育作業系統裡面 我們很容易把它使用 磁碟印象掛載器掛載 這樣掛起來 你看馬上一個 我們可執行的 可以看到跟光碟機是幾乎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直接執行 像以這一支教學光碟來說 你安裝是這個 setup.ese 開始是這個 當然另外一個方式 我們也可以 ISO檔它本身也是一個壓縮檔 你可以使用按右鍵 在此解壓縮 它就會解壓縮成一個資料夾 它會解壓縮成一個資料夾 在這邊會出來一個資料夾 那內容會跟我們現在看到的幾乎一模一樣 除非它有音軌 有音軌才會解壓縮不出來 那一般教學光碟就只是檔案內容而已 不會有所謂的解壓縮不出來的信息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 就把教學光碟在我們需要的場域中 把它執行起來 你要用隨身碟帶著走 要放在低碟 都算是相當方便跟快速 不會有光碟機挑片的問題 也不會有其他各種 肉粒巴說的 又節能又環保 那如果你放在 網路上面 像有所謂的網路方寧的話 那更是方便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 103國小數學 內容跟剛才我們這邊解壓縮 用掛載器掛載起來的 是不是都一樣 掛載器最快 不需要解壓縮 那如果你解壓縮完 也看到的就是一個資料夾 這樣就做完了